老板 你干啥呢 这看不出来吗 我在砸自己招牌啊 你们应该砸自己招牌啊 从今天开始 自己人餐厅 关门 我失业了 解忧餐厅开业 啥意思啊老板 我开这个解忧餐厅啊 为的就是给大家营造出来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 拉近餐桌与餐桌之间的距离 跟大家互相聊聊天 唠唠嗑 时间长以来 忧愁烦恼就没有了 有道理 那等于说咱们餐厅换了个名啊 你以为呢 我哪敢以为啊老板 我现在就想有种地夸赞你几句 老板 咱俩都是朋友的 夸夸夸说这好吗 我是说后厨还有活没干 现在就去干 张儿啊 你站住 张儿 张儿 你好 你是今天来面试的吗 对 是我 通过了吗 恭喜你 你朋友通过了 但是他电话关机没打通 麻烦你转达一下 那我呢 猴子 你说我面试这么多工作了 一个我中意的都没有 当然 他们也没选上我 我现在面试面对我都麻木了 我觉得有一道菜跟我特别像 麻婆豆腐 老板 你给我来瓶56度的 白开水 我酒精过敏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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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肚子啊 现在是太大了 就是停不了别人手的胖 连个大字都停不了 当初就不应该多吃 吃的时候就不应该放油 放油的时候就应该少放一点 少放油不好吃 老板 来份偷吃看 多放油 哎呀 坦不忍动 目不忍事 哎 抽死我了 早上起来 脸上突然长这么大一个包 还晶莹剔偷 吹弹可破的 这不能啥时候爆了吧 再也不是完美无瑕的美少女了 吃点好吃的压压精 服务员 哎哎哎 来了 哎呀 您这油 喝吧 您这水 您好 想吃点什么 为什么看着我笑 因为你有美丽的容貌 别和我吓闹 是不是看我脸上都要爆 啊 我的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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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没爆 吓我一跳 哎呦我天啊 给我推荐点你们家好吃的 给您推荐麻婆豆腐 说谁呢 说菜呢 老爸 老爸 哎 您好大哥 呀 大哥 说谁呢 能用什么胖吗 小哥 小哥 讽刺谁呢 您点的是大份套餐的 大份吃不了 小份套餐 小份不够吃 大份小份啊 大份小份 现在没有个数 不是 我大份小份 你点的 太惨了 给我点吧 谁能给我点 谁能给我点啊 我能给你点 不是 我刚开门没领钱了 我就都给你了 啥意思啊 我不是要饭的 那你干啥的 我是话剧演员 那你刚才那个 给点啊 给点啊 那干啥呢 背词的吗 我的天啊 要我活你呢 这些演员呢 都挺富裕 我跟你讲 我最讨厌别人说我穷了 推荐一下 给您推荐吧 海鲜意大利面 今天打六折 打六折 为什么给我打折 为什么 我就说 我有钱 不是 我老有钱了 你得给我吃贵的 不明白吗 吃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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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最贵的 贵贵贵贵的有 大龙虾 它是海里的一种生物 它能有 你看 它能有 你知道吗 它还能得瑟 它能得瑟 你懂不懂 � å 煎 realize 饭 sana 都行 放点咸 他就咸 放点醋 他就酸 你跟我修正干啥呀 谢谢大家